谢霆锋和张柏芝的组合 曾经被视为娱乐界的典范夫妇 2006年两个人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 分而合之最后走到了一起 两者的结合 曾经让粉丝们看到了爱情的甜蜜 尤其是在2007年 那时两个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迅速将他们从两人世界 带入了三口之家 两人相识 相恋 结婚 生子 并完成了夫妻关于爱情和婚姻的终极梦想 但是他们的婚姻 在2008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那年爆发后 许多关于谢霆锋与张柏芝之间 婚姻关系即将破裂的谣言 席卷了互联网 然而随着张柏芝和谢霆锋 在2010年生下第二个孩子 有关他们婚姻危机的谣言都是自欺欺人的 在采访中谢霆锋说 当妻子向他哭泣时 他只对妻子说了七个字 没关系 有丈夫 然后他告诉张柏芝 他知道张柏芝的性格 所以让他放心 当陈冠希视频出现时 尤其是谢霆锋和张柏芝 在2012年宣布离婚后 很多人都拿出该视频 说谢霆锋虚伪 明明很关注 可装作无所谓 实际上 公众忽略了一些关键细节 首先 张柏芝和陈冠希 很久以前就有丑闻 谢霆锋是两个人的共同朋友 必对此深有体会 因此 当事件在2008年爆发时 谢霆锋不了解事件中 反映的基本问题 当时的舆论和媒体氛围 确实使他们感到压力更大 实际上 当涉及到来自媒体的压力时 许多人也忽略了 谢霆锋的背景 谢霆锋的父亲是谢贤 母亲是迪波拉 从他出生的那天起 谢霆锋注定了他的命运 谢霆锋从出生起 就注定要与媒体捆绑在一起 谢霆锋出生几亿周后 就登上了杂志封面 时至今日 谢霆锋仍是香港 最年轻的封面保持者 1987年 谢霆锋七岁 那年是王妃来到香港 发展的第一年 谢霆锋一家搬到加拿大 以便他能更专心地完成学业 使谢霆锋可以远离媒体的纠缠 然而最终谢霆锋 没有摆脱进入娱乐业的命运 谢霆锋因为很小的时候 就在娱乐圈的氛围中 所以他对娱乐圈中的生活 还算适应 但是当他首次出道时 他主演了刘伟强指导的 《古惑仔电影》 《古惑仔电影》 并被观众视为叛乱的代表 由于谢霆锋出生于一个明星家庭 叛逆的少年曾经是 媒体将谢霆锋贴上的主要标签 而且由于谢霆锋喜欢赛车和对媒体 所以媒体对谢霆锋的印象也很差 2002年 谢霆锋与王妃之间的关系暴露了两年 他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 因为他被怀疑在交通事故中 让驾驶员扛下责任 在媒体及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中 所人听闻的顶包案被逐层揭露 最后谢霆锋的形象 因这一事件而受到严重损害 他宣布将暂时退出娱乐业 在此事件中 不仅谢霆锋的公众形象 受到极大质疑 而且情人王妃也令他非常失望 因为他在事件当晚 与张柏芝在一起 几经周折之后 王妃坚定地选择结束这段 长达11年的姐弟恋关系 事发后 谢霆锋也从痛苦中吸取教训 并决心改变自己 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谢霆锋在顶包案之后 变得非常低调 并且成熟了很多 在谢霆锋和王妃分手八个月后 王妃与李亚鹏的关系曝光 到目前为止 经过四年的间歇 风飞的爱情的 第一个主要阶段结束了 在这一阶段 尽管张柏芝与谢霆锋之间的关系 被揭露 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 你必须知道 张柏芝和谢霆锋只有二十岁 他们的人生充满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 然而 由于娱乐业的特殊工作氛围 谢霆锋是受欢迎的新二代 张柏芝已经凭借喜剧之王 星雨心愿 和后来的忘不了 成为新的香港一代育女的掌门人 作为曾在加拿大居住的陈冠希 他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也是绝对的顶流存在 因为张柏芝 陈冠希和谢霆锋都出生于1980年 除了相爱 他们彼此都是好朋友 2006年 谢霆锋和张柏芝突然宣布结婚 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爱情到婚姻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都是对他们爱情的肯定 两人结婚后 谢霆锋也被媒体誉为 妻子的好丈夫和家庭的好男人 特别是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诞生了 对于喧闹的娱乐行业来说 这种愉快的气氛 无疑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数欲尽而风不止 2008年 他们的共同好朋友陈冠希 由于电脑维修不小心泄露了信息 并最终导致一些机密文件被泄露 这涉及谢霆锋的妻子张柏芝 事件发生后 信息迅速在网上传播 当时已经是妻子和母亲的张柏芝 面对疯狂的媒体轰炸时 茫然不知所措 而他最愧疚的人 无疑是他的丈夫谢霆锋 谢霆锋只对媒体说了七个字 没关系 有老公在 但是这七个字 张柏芝向谢霆锋哭泣的场景 终于预示了两者之间的离婚结局 陈冠希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他不相信自己与张柏芝合影的行为 最终会导致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 即使此事件是谢霆锋 与张柏芝离婚的导火索 但绝对不是根本原因 陈冠希的分析还是有点道理 因为两人选择结婚 他们肯定会考虑很多方面 在此前的一些采访中 谢霆锋还直言不讳地表示了 对这一事件的理解 他对张柏芝的一句话 没关系 有老公在 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正是这种真诚 让张柏芝在这段婚姻中 却变得越来越不可适从 首先 谢霆锋的家人 虽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但他也是香港著名的明星家庭 他的父亲谢贤 在香港娱乐圈的影响力 是首屈一指的 但在2008年事件爆发后 即使谢霆锋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 即使谢贤和他的家人 什么也没说 张柏芝仍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 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舆论 另一方面来自娱乐圈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 张柏芝与谢霆锋之间的爱情 也有一段定期的保存期 那就是关于夫妻关系的 著名法律七年之养 两人于2006年结婚 并于2012年离婚 尽管时间未超过七年 但应该理解 七年也是一个近似数字 而不是实际数字 在节目中主持人问张柏芝 为何与谢霆锋离婚 他直言也许是不爱了 归根到底 张柏芝和谢霆锋的问题 是所有夫妻都遇到的情感问题 2002年的顶包案 和2008年的陈冠希事件 只是对他们爱情的考验 不是致命的打击 真正是一对夫妇 从坠入爱河到彼此背离 外力仅是一种影响 这将不是决定性因素 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谢霆锋和张柏芝 已经结婚 并育有孩子 他们不再是无知的少年 但这是正常的婚姻状态 历经艰辛风浪之后 他无法抗拒平淡而稳定的岁月 张柏芝的也许是不爱了 是他们爱情结局的最好总结 但是即使这样 当彼此奇迹时 他们仍然感激不尽 毕竟他们曾经如此激烈地相爱 尽管最终他们分开 张柏芝生了三个孩子 谢霆锋又找回了王妃 对于许多最终未婚的恋人来说 这也是最后 也是最残酷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许多最终未婚的